奇葩证明三年未解决李克强火大再度整治,中共各类奇葩证明繁多李克强日前在中共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要求进一步清理,各类证明事项三年前李克强也曾批评中共各级官员利用各类繁多的奇葩证明,刁难民众助推了本来就矛盾。 尖锐的官民关系广告李克强在9月1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汽车被聚风刮倒的大树砸坏,需要找气象部门开具,风率气象证明,去银行兑换破损钞票,需要找第三方开具,非被人为故意破坏的证明。 其重要半点是,不知跑多少退,磨多少嘴胆闷,能不能出台点应措施,从制度上整治这些奇葩证明。 当天的会议上李克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在前期清理证明事项,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把所要证明的单位作为下一步清理工作重点。 从源头上,减少证明事项他说长期以来,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奇葩证明让人民群众不胜其烦,不仅大大提高了群众办事的制度性成本,也形成了资深腐败的灰色空间。 要切实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办事的难点和痛点6月6日,中共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李克强也曾说一名居民委员会负责人,反映各个部门要求居委会开具的证明多达上百种,一些事项根本无法证明。 但不开,证明又不行因为不开,居民办不了事有的居民,甚至会下跪求开证明。 李克强指,这些怪象背后就是一些部门和公共服务机构互相踢皮球逃避责任,结果就是折腾老百姓到处跑来跑去。 开证明去年两会记者会上,李克强也曾提出把清理其他证明作为下一步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点目标。 李克强在2015年5月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也曾说他看到一条消息,说的是一个中国公民,要出国旅游,再紧急联系人一览,李填起了自己母亲的名字。 但中共官有关部门要求提供你妈是你妈的奇葩证明。 中共各级官员利用各类繁多的奇葩证明经常刁难民众民众为了开一个证明,不但要跑断腿还得看那些负责开证明。 盖公章的人的脸色,有的还要贿赂相关官员不然跑多次都拿不到证明。 有的要在多个扯皮部门来回跑,还是开步来证明民众对中共官员的这些官僚做派非常痛恨。 这助推了本来就矛盾尖锐的大陆官民关系。 陆媒报道中国人一生最多要拜400个证。 常用,的高达103个办证涉及的部门也五花八门,其中类似于我没有结婚,我爸我妈已经结婚,你妈是你妈等。 抓下证明,奇葩证明往往通过开后门,找关系送钱,可以解决港媒发评论。 称说荒唐其实也不荒唐一切都因为一个,前自作怪因为中共的政府部门,不是政府部门,而是政前部门。 他们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挣钱,想想看,全国几千万高校毕业生每人收100元认证费这是个多大的数字。